減重的時候很多人擔心掉肌肉 我們要先釐清這個患者是怎麼樣體重的人 如果他是一個本來就很胖的人 其實請他不要擔心 為什麼 第一個不管你怎麼減 等你的肝糖消耗完之後 身體會優先消耗脂肪 因為脂肪是人類儲存能量的一個比較有效的形式 當然會優先拿出來用 人不會很笨優先消耗自己的肌肉 那要不然人類如果都優先消耗自己的肌肉 那在危機的時候 那熊冬眠出來的話 應該是應該是就是就是 熊冬眠出來應該是都沒有肌肉 只剩下脂肪 不可能 一定是優先消耗脂肪 但是他會有一個比例在 一公斤的體重的時候 大概有七成是消耗掉脂肪 其他的三成也並不是都全部都是肌肉 因為你把這個肥肉剪下來 你需要支撐這些肥肉的肌肉 也會變少 也是一個等比率變少 也是都沒有關係的 那他不會影響你的功能 為什麼 你不會因為剪了十公斤之後 卡路T的變得更喘 力量變得更小 不會你反而變得更大 因為你在運動的過程 你在減重的過程中 你身上少了十公斤的負擔